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不是短暂爆发早早就陨落球员 球员稳定对于自身和球队能够让自己的价值最大化 尽管球员会遭遇情绪 伤病 状态的影响 不过在NBA一样有十几年如一日稳定的球员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NBA历史上发挥最稳定的五大球星 五 斯托克顿是历史上的助攻王和抢断王 他的稳定性在空位里是第一的存在 首先斯托克顿健康程度就足够 十九个赛季就有十六次是全型 伤病跟他基本无缘 要说数据也是很漂亮 斯托克顿打了十九个赛季 场军都有十点五次助攻 跟他做队友得分真的容易 斯托克顿唯一的遗憾就是差作总冠军 四 竟然有斯托克顿 那么马龙也必须上榜 马龙同样打了十九个赛季 他场军能贡献二十五分 这得分能力在大前锋里 真没几个比他强 马龙除了新秀和生涯最后一年 每一年场军得分都在二十分以上 他也是出了名的铁人 几乎没有缺席过比赛 生涯一共得到三万六千九百二十八分 还在历史第二位 三 乔丹作为历史最佳球员 他的稳定性自然也是顶级存在 乔丹十五个赛季里 没有一个赛季 场军得分低于二十分 他面对的防守强度还历史第一 就是在这样的防守下 乔丹每场都至少能贡献三十点一分 他的进攻已经是独一档 哪怕在七才最后二两年 乔丹都接近四十岁了 场军也是二十分轻松到手 如果乔丹再现意打球 场军四十分都是保守估计 二 詹姆斯的稳定性 和他超强的身体素质分不开 他无愧现已第一人 詹姆斯出道就是巅峰状态 新秀赛季就是场军二十加五加五的数据 如今打了十五个赛季 场军依旧高效保持在二十七加七加七 詹姆斯面对各种恶犯 他都能够全身而退 这身体素质确实没睡他 已经三十三岁的詹姆斯 还保持着巅峰状态 估计他的竞争对手都老了 他还在巅峰 一 第一位的人选 毫无疑问是十方称号获得者邓肯 邓肯十九年的生涯都太稳定 以至于他砍下双二十的数据 都很难引起大家的注意 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 这是他的常规操作 没有邓肯这十九年的稳定发挥 马斯不会有五个总冠军 就连大卫 罗宾逊都承认 是邓肯的加入才让马斯变得更强 难怪当初邓肯宣布选秀时 全联盟球队抢了百万 如今看来一点都不夸张 到现在开始了